在2008年感觉到很容易疲惫 又头晕 医生就告诉我可能休息不够 过了两年后 我发现问题严重了 找医生做一个全身检查 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心脑不齐 心脏科的专科医生 建议我值得一个心脏起搏器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医护人有提及 心脏起搏器的电池 是用十年的 用完之后需要更换 我初头都很担心 但不是很在意 不知不觉 我的手机都用了十年 最近回到检查的时候 医生姑娘都告诉我 还有三四年的电池力 我都担心不必要 大家不要以为 植入心脏起搏器后 就等于一炉永逸 由于心脏过慢的患者 是靠心脏起搏器 发出的电流刺激跳动 所以电池的电量都有好尽一日 而需要更换 加上不同类型的心脏起搏器 功能上都会有分别 因此大家在选择上 一定要按医生的建议 选择合适的心脏起搏器 起搏器最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是传统有线的起搏器 第二类就是无线的起搏器 如果病人需要同时有心房和心室 同步的跳动的话 传统有线的起搏器 就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因为传统的起搏器 可以放两条电线 一条去到心房 一条去到心室 从而带动心房和心室 同步的跳动 但是有些病人所需要的 并不是需要心房心室同步跳动 只是需要支援着心室的跳动 在这个情况下 无线的起搏器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生物过慢 其实可以发生在心房和心室 而现有的无线心脏起搏器 一般只做到单肯起搏器 相反 有线心脏起搏器 已经做到同时连接心房和心室的 双肯起搏器 故此病人需要根据病情需要而选择 此外 有线和无线心脏起搏器的电量 和电池更换方法都有不同 故此连继亦成为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最主要在传统有线的起搏器 当电池耗尽之后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原位再做手术 开刀 将旧无电的起搏器移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电线的功能是运作正常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同一个位置 再防止一个新的有线起搏器 主机就可以了 再做手术 换一个传统有线的起搏器 相对所需要的时间 比起直入全新的起搏器更短 总体来说 风险都会比较低一点 新极的起搏器当无电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程序 就是放过一粒全新的无线起搏器 去到心室里面 而受限制于病人心室的大小 现今的技术所限 在心室里放的总数量的起搏器 是有所限制的 所以同时我们也会考量病人的年纪 所以通常来说 如果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 我们预计他需要用很多年的 很多部起搏器的话 新式起搏器未必是一个 一开始就最好的选择 一般来说 无线心脏起搏器的电磁寿命 估计用到8至12年 而有线心脏起搏器的电磁寿命 则有12至16年 比无线心脏起搏器的电磁寿命更长 随着心脏起搏器不断发展 心脏起搏器无论在功能或电磁寿命上 都进步很多 现今科技日益进步 在软件和硬件的更新上面 都可以令到起搏器的寿命更加延长 尤其在软件的更新下 尽量可以减少起搏器 需要用的电量 去提醒病人心的跳动次数 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效果 病人亦都可以减少 更换起搏器的次数和频密程度 这对病人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对病人充分 非常感激 我们的诚友 要有助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